网友持续借色52天的近况分享 作者 莫扎尔特 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借色一个月心得 直到今天已经迟到52天了 跟大家谈谈最近的心得 之前提过 我借色的三大方法 分别是及时断念 替代习惯 家人制约 而我持续使用这三个方法 借色破一个月后 精神体力都有明显提升 但感觉欲望又变强 脑海时不时会出现以前看A片的污秽画面 或是看到什么强暴 性骚扰的社会新闻 或是女星穿比较漏的娱乐新闻 导致欲望勃勃或是冲动 但好在我有及时断念 默念佛号 不持续追逐欲望 跟家人制约 电脑不摆房间真的帮助很大 所以 有及时刹车 也不敢乱来 也因而坚持了下来 所以 我反省真的要少看新闻 要看就看中央社的新闻 真的前进许多 而且只报道头条大事 另外 我没有吃肉 所以莫有一千吃肉时 那种每天欲望充满的感觉 所以 不吃肉对借色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韭菜 洋葱 青葱这些刺激性的 我也莫吃了 还有一点 每天一定要运动 除了提升自身阳气 还能强身健骨 转移注意力 最后一点 我每天有持续念药师经 念经也非常有帮助 可以净化心灵 念头 欲望会少很多 但关键即在守住视觉 也就是少看社会新闻 因为实在太多心色了 老话一句 还是别看了 不然好不容易读经 已净化的心灵 又要沾到污染了